县长林明珍在公务处长陈锡吾与县议员蔡宜柱及当地里长陪同下 前往竹山山崇里及富州里视察会刊急需改善的浓水路及巷道改善工程 解决地方县道及浓水路的修复 林县长也当场指示公务处尽数发包施工改善 让居民通行能更顺畅安全 县长林明珍会董议员蔡宜柱前往山崇里视察 虾东浓路及温水巷和福州里长寿巷 以及福州里二林浓路等道路改善工程 林县长指示公务处尽数发包改善A10路面 排水沟挡土墙让居民通行更安全 探索我们富州里和山崇里有些路面都要试试 这些路面都二三十年已经都拼到加热门 都已经添渗了加热门 放到加热门的酒桃已经被扑充了 那当车交过酒桃还跑出来了 如果合到没的话 有那个酒桃浸居很扑 所以我们要过度我们增加航度的安全 所以今天来看很多位 可以说这个我们管政府 都备成立顶的要求 我们马上都处理 让我们立民出书 乘桌不要乘下车 还是在走的时候 更安全性 所以我们这里都会做 县员猜注对县长及县补团队 针对地方向道 京东水路改善工程的施設 解决民众长年交通不变的问题 深深表示感谢之意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立民情管长 和今天的时间 都来拜在我们的杰山殿 针对我们山丛里 和我们副主理 这些里长的这些人情案件 也都一间一间 大家都来看得到 也都给我们生动 在今年的年底进行 也一定会来设计 来发表 总经费 针对这些压车 浪漏 最高压车的经质 总经费超过一千万 在这里 在地民意代表 非常感谢林明正军 因为团队 这样的重视 我们第三天的基础建设 新长林明正会同议员采助 前往视察 开心浓露 托款工程 也亲自测试 回车的安全性 对工程品质 表达肯定 明天的肯定 在地民意代表达肯定 在地民意代表达肯定